一整整下來共報警了17次 Klera 其實很... 你們可以看到我身處你的家庭 這次女子卻假裝自己懷孕 波波波波波 推播 嗨 又到了我們TEEPER推播時間 我是Demi K-POP偶像席捲全球 也因此吸引到很多世界各地的粉絲 不過卻也帶來了不少可怕的私生犯 他們不僅僅是無所謂跟著偶像 甚至還直接侵犯到他們的私生活 他們的行為真的會讓人覺得非常生氣 今天我們就幫大家整理了 八組被私生犯騷擾的K-POP偶像 如果你也喜歡偶像、戲劇、各種夢幻好玩的事情 或喜歡聽我Cover K-POP的歌曲 十邊卡通人之士 都歡迎到右下角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唷 第一個NCT 今年二月的時候 NCT成員Johnny在YouTube上傳了今年第一支Vlog 是他和成員Mark 倒音及Yuta在美國之下跟玩雪橇的畫面 只是影片開始沒有多久 結果粉絲發現有一個部分很奇怪 原來是每次畫面只要拍到成員以外的人 即便是身邊的工作人員 臉部都會幫忙打馬賽克 但是某幾個片段的畫面中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在成員們的身後有一名金髮女性 並沒有被打上馬賽克 長相非常清晰 曝光在鏡頭前 讓大家非常疑惑 這是製作組的疏忽還是怎麼樣 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名金髮女子是一位私生犯 在國外粉絲圈非常有名 而她時常出現在NCT身旁跟著 這次她的長相被曝光 粉絲們也認為應該是製作組有意這樣做 大戰有點帥氣 但也有粉絲注意到 這名女子離NCT的距離真的太近 認為工作人員或保鏢應該要上前置紙才對 只是Johnny他們去的是一個公眾的滑雪橇場合 所以他們也不能刻意的阻擋其他民眾 不過還是有看到工作人員 盡量會站在NCT成員們的後面幫忙阻擋這些距離 大家還是不用太擔心啦 話說這名女子在這次影片被告掉後 還大方的在Twitter上面發文說 面對其他網友的空洞威脅 她依舊會繼續參加NCT的活動 更說大家只敢當鍵盤酸民 然後偷拍她幾張照片而已 其實女子之前也有被拍到包車跟NCT車的畫面 沒想到她卻回說 NCT是一群快30歲的男人 從一堆年輕女生身上賺了數百萬的美金 那比起用數百萬美金去看她們 為什麼她就不能選擇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公眾場合看呢? 哇哩哩 你敢說聲笑喔? 這樣的回覆也讓其他粉絲非常傻眼 也更希望SM娛樂可以好好的保護藝人們 第二個 NCT楷燦 NCT除了Johnny他們在美國碰上私生飯之外 另外一位成員楷燦在韓國也深受私生飯的騷擾 SM娛樂在今年3月就發表聲明說 去年11月底的時候 竟然要私生飯跑去楷燦的家裡偷東西 因為加州還有其他同住的家人 所以不只造成了楷燦的困擾 也讓凱燦的家人感到非常恐慌 原先SM娛樂打算對入侵的私生飯提稿 檢方也已經起訴私生飯 但因為凱燦請求從寬處理 因此這位粉絲這次不會受到刑事處分 不過為了警告其他私生飯們 SM娛樂才決定公開這件事情 並說以後對於任何行為的私生飯都零容忍 包括跟隨成員們搭乘車輛 私下聯繫成員們 非法取得個資、過度接觸或拍照等等 將會強硬起來保護自家藝人 過去網路上也有流傳一張照片 可以看到NCT宿舍外面佔了一大堆粉絲 讓他們即便回宿舍也沒辦法好好休息 也難怪Yuta他會氣到對私生飯比這個 QQ 第三個 納蓮 納蓮這位可怕的私生飯 想必萬事們應該都知道 這位叫Josh的外國男子 多年來一直造成納蓮的困擾 原先以為他被禁止入境後 就會比較沒有消息 沒想到在去年南韓疫情解禁後 Josh還是突破重回到了韓國 納蓮 生日快樂 祝福生日 從Josh上傳的影片可以看到一開始 他是在路邊拍攝影片 除了祝納蓮生日快樂之外 還想要給納蓮一個驚醒 希望知道納蓮聯聯絡方式的網友可以私訊他 我終於回到南韓國 來驚訝你 納蓮 而在另外一支影片當中 Josh更出現在納蓮清潭洞公寓宿舍外面 你們可以看到 我在在你的家庭 在重南港 他透露自己曾經試圖進去公寓 但因為沒有密碼 所以就放棄了 只是這樣的行為也讓人打電話報警 Josh卻跟警方說 雖然JYP娛樂故意誤導大家 他不是私承犯也不是跟蹤狂 只是一個跟納蓮相愛的人而已 這什麼話 到底這... 那生日有什麼問題嗎 這到底誰聽得下去啊 聽起來敲怪 敲變態 這些影片出來之後 當然One什麼也非常擔心 當時JYP娛樂也立刻出面表示 他們已經和相關部門在討論應對的方案 沒想到才沒過多久 定言就透露自己收到Josh的來電 他非常疑惑 對方到底怎麼取得他的電話 之後定言也對Josh喊話 說自己會為他好好的上一課 還想出要保護納蓮的模樣 第四個 Cravity 南川Cravity也有成員 被私生犯偷摸過 最可怕的是 發生地點不是在飛機上或是路上 而是在進出甚至非常多的公司裡 2021年 新傳娛樂就有發出聲明 表示公司不只被私生犯入侵 甚至還有成員被觸摸了身體的部位 後來有韓國媒體報導 這位私生犯 趁著其他職員進入大陸的時候 他也偷偷跟著進去 所以完全避開了身份辨識 指紋辨識等系統 而當他進入公司後 剛好看到一名Cravity的成員 就直接手摸了過去 因為已經達到XX的標準 所以公司立刻報警處理 沒想到 警方到現場後 女子還不願意離去 更是在公司大鬧了一場 也讓他們決定 未來在管理上會更加的嚴謹 不會再寬戴私生犯的各種行為 這是有點 平泰的愛嗎 就很像恐怖情人 恐怖喔 恐怖喔 第五個 Ren 金泰希 私生犯如果侵入私生活 真的實現非常可怕的事情 尤其是家中還有小孩的時候 我立刻爆炸 演藝圈證明夫妻黨 Ren 和金泰希 也碰過瘋狂的私生犯 據說這名私生犯 是一個47歲的婦人 她在2021年3月到10月為止 跑到Ren 和金泰希的住宅 暗門離案了14次 在報警後 婦人也三度被處分 沒想到婦人也沒在怕 到了2022年的2月 再次去按了門鈴 還跟蹤到金泰希和Ren 的美容室 這也讓他們超級困擾 一整整下來供報警了17次 幸好南韓 在2021年10月實施了根騷法 起訴了婦人 而Ren 的所屬公司也出現表示 面對越來越多的私生犯 如果真的侵犯到私生犯 或威脅到人身安全的話 他們也會採取法律行動 第六個 Ateez 有時候藝人會公布一些官方的行程 讓粉絲們可以去追行 但也有小部分的人不滿足於此 希望連藝人在工作外的一舉一動都能掌握 然後就會出現很可怕的行為 哈哈哈哈 Ateez去年就碰過 有私生犯在他們的保姆車上 偷裝追蹤器 雖然不知道後來是怎麼發現的 但對於這樣的事情 經紀公司就發聲表示 在他們發現保姆車被貼追蹤器的時候 就有報警 因為這已經嚴重侵犯到藝人的私生活 而這些私生犯在知道 被發現後還不停的向公司求情 希望可以翻過他們 但是KQ56則是表示完全不想要和解 甚至提出了刑事訴訟及民事訴訟等等 希望可以藉此給其他私生犯的警惕 我們就是要硬起來的啊 大動作保護人的做法 也受到其他粉絲們的讚賞 漂亮啦 哈哈哈哈 第七個 XO 視訊 視訊在上個月底被爆料 有個未婚懷疑的女友 後來才發現 這一切都是一名恐怖的私生犯 自倒自演 視訊在謠言出來後 親自在IG上面發現動解釋 他指出 這麼多年來一直有一名女子 聲稱自己是他女友 這位女子常常會拍一些借位的照片 或是買一些跟視訊相似的單品 來營造出兩個人在交往很甜蜜的假象 甚至也會跟著視訊的行程飛去海外 然後拆透L比利時的主編照片 假裝自己和視訊一起去看時裝秀 當他只要被戳破拿張照片不符合事實的時候 女子就會立刻刪除 但沒多久他就會放出其他照片混淆視訊 這件事情在粉絲圈裡面也很有名 對此 視訊說他完全不認識對方 原本想說沒有必要回應 沒想到這次女子卻假裝自己懷孕 讓他覺得事情太嚴重了 必須要採取行動才行 而視訊娛樂也澄清這位私生犯所說的是假的 他們也會蒐集證據後 對這位女子提出法律訴訟 我覺得他一定超有錢 而且他要跟他到世界各國去玩 就是你們這些私生犯 真的不要花這錢做這件事 你真的拿來做一些好事 其實視訊在以前直播的時候 也曾經有私生犯不停打電話給他 他雖然感到很無奈 但還是好生好氣的對著鏡頭 要對方別再打電話來 請不要再打電話 之後更說一天至少有100通來電 當然大家也會很好奇 為什麼藝人們就是不換電話號碼呢? 視訊也解答說 即便換了私生犯們 還是會想辦法取得電話在瘋狂的檔 所以乾脆就不換了 相信其他藝人們也是這樣百般無奈的吧 第八個BTSRM RM上個月也發生了一件讓他非常傻眼的事情 原來是一直以來RM搭乘南韓地鐵的時候 就有一名鐵路局的員工會浪用自己的職權 私下查詢RM的車票訊息 當中除了RM的車票訊息之外 也有他的電話、地址和非常私人的資料 而這位員工從2019年就開始偷看 差點多來一共查看了18次 至於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曝光 那就是這位員工最後忍不住向別人炫耀 說自己在知道RM的定位明細後 就可以讓喜歡RM的朋友買到附近的座位 自己也曾經因此見到偶像過 只是這位私生犯被抓到後 雖然辯解他只是因為好奇心還這麼做 那韓國鐵道公社卻認為這件事很嚴重 所以最後決定解雇這位私生犯 事後RM也分享了這個新聞在IG線動 並打上言文字讓大家感受他滿滿的無奈感 其實RM在今年年初時 才被私下拜訪的華岩寺無預警曝光行程和照片 因為是不公開的行程 讓RM在看到報導後也非常傻眼 不僅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還有可能因此吸引到私生犯跟來 所以RM最後也在線動說 他下次會選擇拜訪其他寺廟 對於這件事情表達出不滿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幫大家整理的私生犯行 真的覺得他們的行為非常誇張 誇張到我甚至已經沒有辦法去理解他們的思維 到底是這些行為、這些經歷、這些意志力 跟這些錢 就是真的好好拿來做一些 可以幫助這個世界或是幫助他們國家 不管或者是各種應援都可以 不要去效仿 也不要去做這些會傷害到藝人的事情 所以大家我們要當個理性、優良的粉絲 我們千萬不要模仿這些新聞唷 沒想到 那今天我們還有哪一個團體 有遇到私生犯沒有分享到的 你想跟我們分享的 也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處 還有我們討論、留言、分享 大家最後不要忘記訂閱 小朋友推薄IG 我的個人IG 以及我們連續社團唷 掰 我們上次死亡花的抽獎 大家非常的踴躍 真的非常的感動 於是呢 我們這次又要加碼啦 好開心、好意外啊 我們這次要送的就是 韓國漫畫 今生也請多指教 不知道有沒有伯伯們看過這本 而這個它有翻拍成韓劇 是由聖惠善和安撲線索主委的 預計也在今年會上架 那我們這次同樣會抽出 三位幸運的伯伯們 詳細狀況呢 可以到我們的推薄IG去看抽獎資訊 然後跟大家分享 超讚 是彩色超漂亮 我們會抽出第一集 送給大家唷 好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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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一次在我媽媽家附近 我要回家的時候 因為那邊是公寓 然後晚上就是都是巷子嘛 其實比較大一點的巷子 但是它的燈還是偏暗一點點 然後我晚上其實走巷子 我都會危機意識很強 我都會拿著鑰匙 大家知道嗎 就假設這是你的鑰匙 就是以前高中的那種 防身科 這個是訂婚的手 不要拿那個 討厭 就是假設 不要 好噁心 假設這個東西是鑰匙 我就會讓那個鑰匙漸漸的這樣拿 就是這是一個防身的手法 就是我會拿在手上 只要有人靠近我 怪怪的人我就會這樣會出去什麼的 然後那天我要回家的路上 就有一個阿伯 他從對面這樣走過來 然後我這樣走過去 然後他可能看我一個人 他是有點北藍的阿伯 他看我一個人可能有點緊張緊張 然後女生這樣 他就故意嚇我 他就走一走 他就這樣 我真的有被他嚇到 因為我在做自己的事 然後我在聽音樂 雖然我有看到他 但是我也沒想到他會做那麼白目的事情 然後我就這樣嚇一跳 他說哎唷 我心裡想說是神經病嗎 然後我就 我也沒有對他做出什麼事情 因為我很怕他拿出什麼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就馬上打電話給我媽 我說馬上遇到一個奇怪的人 他說那你趕快回家 你電話不要掛了 然後就一直講電話 跟你講假裝講電話是最好的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其實就是白目 就只是想嚇你 也沒有想真的怎麼樣 所以當你在忙 或者是有人知道你在被這些事情會發生的時候 他們就會 他說算了不要找你麻煩 他就真的默默離開 只是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很可怕 我還約一個怪阿伯 然後你想想一下 我們一個女生也打不過他 就是 我是不是他真的要買辣椒水 我朋友一直叫我買辣椒水跟電極棒 但電極棒太重了 我不想帶電極棒出門 我覺得辣椒水就 辣椒水就好 對嘛辣椒水就好了 而且重點是我還要充電欸 我如果忘記充電怎麼辦 好好笑 辣椒水我覺得不管是男生女生遇到奇怪的人 就是小小的一罐拿出來絕對沒錯 還有跟大家講 就是我之前也是高中 精訓科還什麼都學 就是教官說 如果遇到變態 你們知道要打到哪裡嗎 膝蓋 喉結 鼻子 三個地方他 三個地方他 膝蓋 你一踢膝蓋他們會 會 就是那個叫什麼 反射性動作嗎 就會腿軟 對然後 然後還有那個 喉結也是超痛 然後鼻子也是 後結也很痛 對 就是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然後手 你的手肘很厲害 就是女生的手 大家的手肘都很硬 就是可以學徐瑄 就是 就我媽家是公寓 然後 有一次 我在家的時候 就有人 開門的聲音 我以為是我妹還什麼 我就準備要去開門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 那洞洞是誰 完全不認識那個人 他在開我家的門 然後那時候我超緊張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我也沒打算要放他進來 但我就在門後面鎖著 就是我就是 門在這嘛 我就這樣 看他到底什麼時候進來 但他call了很久 但他進不來 因為那不是他家的門 然後後來他就走 我那時候就在想 我就有跟我媽講 我那時候有兩個方向 要嘛他喝醉酒走錯家 但是是大白天的 我也不確定 要嘛就是他真的想進來 但是他沒有辦法進來 我覺得應該喝醉走錯 對也有可能 就很像我有一次停車 不小心停到別人的格子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為我車被偷 然後結果是 我停到樓上去 然後那個人還剛好 那天晚上沒有回家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故事